来非凡大探索 接下来带您品尝的润饼 在台中逢甲便当街上 一滩开业就23年咯 他们强调的是道地的普里口味 用自制的叉烧肉 配上辣椒粉酸菜 客家萝卜干 高丽菜 花生粉跟糖粉 最后还会放上中部的独家口味 喷香肉燥 配上一碗柴鱼跟大谷清汤 更是爽口 老板我要吃一个春卷 好 老板一个春卷 麻烦你谢谢 我要半糖的春卷 好 夏蜜吃春卷润饼也可以要半糖 没听错 谁说只有蘸奶可以半糖 连吃这春卷润饼 也可以选择半糖或无糖 另外那个糖粉跟花生粉 是分开的 然后两个融合在一起 是很对味 很实在 又很好吃 东西又新鲜 晚上我给你吃的 我吃了几十多年了 你问老板的名字 赞 好吃 绝对要买 咬下一大口满满馅料 这位老饕客忍不住 比起大大拇指说赞 这间韧饼店不但韧饼甜度 可以随意调整 这里还有全台唯一 独家嗆辣的芊末春卷口味 丰富口感 让这间位在冯甲便当街上的村卷润饼店 人计同不让 一开就是二十三年 假日甚至可以卖上八百多卷 好了 冯姐好玩喔 要来冯姐好玩喔 店家采用传统南投谱里的正宗口味 所以老板坚持每样馅料都得自己做 当然连皮也不例外 先把面粉加入盐巴 再把一定比例的开水倒入面粉中 用手揉成团状不断搅拌 再放上一个小时让面团发酵 只见老板很有架势 用右手不断在空中来回旋转 圆乎乎的面团极具张力的 悠悠于老板手掌间完全不掉落 瞬间甩出粘贴在高温铁板上 为求平滑要来回粘去伤头多余的面团 藉由铁板传递的高温 润饼皮不到十秒 从透明变成这白色的饼皮 几乎不透空隙 要让饼皮又Q又好吃 这功夫很不容易 这就是火要不灭的时候 吃起来就想要補 想要補就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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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 你如果火控制后来就 吃起来就比较轻 一旁桌上满满一排食材 大阵仗排列着 从右到左有高丽菜 豆芽 酸菜 鲤鸡肉 客家菜脯 萝卜和腊粉 中部的馅料很讲究 菜脯只选客家口味才对味 甚至连豆干都得切得细细地下去爆炒 再经过翻炒后要把豆香味提出来 再来最功夫的就是这一大锅高丽菜 放入蒜头高汤 满满的高丽菜几乎把大锅子盖满 完全不放油 借着翻炒过程中 让高汤慢慢渗进高丽菜中 马上传出高丽菜特有的香味 再来就是主角叉烧肉 先把里脊肉放入独家腌料中 放入蒜头再加入酱油膏 用手均匀搅拌 利用手的温度在搅拌中 让酱汁渗透到肉汁纹里 入味后裹上面包粉 红麴粉 下锅油炸就成了这叉烧肉 再切成一片片 链的火也不用太满 要烤这个就好了 链起来的会不会搭搭 链料制作完成 来到红酱夜市的便当街上 开始制作嫩饼了 摆放的顺序很重要 先撒上花生粉 再来铺上中部特有的口味 细糖粉 接着放上碎豆干 酸菜菜脯 再淋上一匙独家肉燥 再放上叉烧肉 最后铺上一层高丽菜 老板娘还不忘再撒上花生粉 这样才不会容易破裂 胖多多的白色偏卷润饼 切开来里头满满都是馅料 咬上一口不但有叉烧肉的酥香味 配着普里才有的独家卤制肉燥 吃来口口满是幸福 为什么是普里味呢 因为我们普里都会加卤肉 吃起来会特别的香 有妈妈的味道 皮相当的爽嫩滑口 入口即化 仿佛就像是 难以形容的感觉 别加了春卷 他们没有肉燥 可是他们自己加了 他们自己独自制作出来的肉燥 老板还替吃重口味的朋友着想 发明着芥末口味 在饼皮上头画上一道绿绿芥末酱 馅料里头裹着绿色芥末 辣气逼人却十分过瘾 还有加芥末很特别 我们以前没有吃过这样子的 还有加芥末跟腊粉 我觉得味道蛮好吃的 台北人应该是没有吃过的 春卷不是带走吃吗 这位朋友竟然坐在餐厨前 大口客起春卷 还喝起汤来 原来来买春卷 还会附上一杯柴鱼汤 这柴鱼汤从高丽菜中摇起 是由大骨和柴鱼炖的清汤 汤里头加上真煮高丽菜 滴下的精华汤头十分特别 吃春卷 然后它有配汤给你喝 很特别 汤是用大骨熬的 就是我们那个高丽菜汤 会有甜味 滴下去的话 就是跟大骨熬起来 就比较香 传统的润饼春卷 在老板的巧思下 加入多变的口感 也赋予春卷润饼 不同的新风味